欢迎回到1700东森财经晚报 全球第三大的低润制造商尔比达破产了 台湾供应链厂商初步估计对尔比达的应收账款高达了95亿元 当中最大苦主历程有45亿 瑞金也有40亿元 今天尔比达股价暴跌了98% 台湾的历程还有历经也全部跌停所死 反倒有转单效应的南科华雅科开盘直奔涨停 天价4天都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日本的评讯 母公司在日本申请破产保护 记忆体大厂尔比达驻台办公室弥漫一股低气压 受到破产消息冲击 加上东京证交所撤销尔比达涨跌幅限制 盘中尔比达股价从254块日元跌到只剩5日元 暴跌了98% 但这一场低润风暴受伤的恐怕不止尔比达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事件 我们现在已经暂停出货给尔比达了 然后未来不管是任何的交易都将以现金为主 补充我们那个现金流量的短缺 尔比达在台子公司 瑞金紧急召开记者会 因为尔比达持有瑞金64.7%的股权 瑞金产品更是全部卖到尔比达 两家公司依存度高 瑞金今年前二月营收账款就有1.35亿美元 折合台币飙破40亿 成为这一波风暴底下最大股主 您说这个40亿没有收到 到底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40亿的金额 我们一个月的营收也不过才20亿 钱恐怕收不回来 利空冲击瑞金股价大跌将近4个百分点 另一个大股主 历程对尔比达应收账款更高达45亿 股价也跌停 台场初步估计 总共95亿的欠账 对今年获利冲击不算小 至于华邦和利金虽然以重大讯息澄清 对尔比达没有营收账款 但是身为尔比达下游厂商 利成和华东有导账危机 负责代工的利金和瑞金则是有断吹隐忧 倒是尔比达破产 引爆地润现货价 报复性飙涨超过16% 品牌颗粒报价占上1美元大关 创下日本311大地震以来的新高 竞争对手三星美光南科和华雅科 受贿转单效应 南科华雅科开盘直奔涨停 而被达风暴肆虐 恐怕让全球低润产业 版图重新大洗牌 东西谈新闻 叶矫龙何人凯 台北报道